澳洲前总理艾伯特昨天下午低调访台 同时还硬邀出席8号的玉山论坛 而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理查所率领的参访团 也在稍早抵达了台湾 前澳洲总理艾伯特5号下午抵达台湾 曾经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 担任澳洲总理的艾伯特 曾经抨击中国利用贸易 来作为霸凌澳洲和其他国家的战略武器 而近年来他也多次为台湾发声 公开对于台澳洽签经济合作协定 以及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都表达支持 而这一次来台 除了和总统蔡英文会面之外 也会出席8号举办的玉山论坛 玉山论坛首次于2017年举办 目标是建立亚太地区常态性区域对话平台 就跨国人才培育 跨国人力资本交流 以及技术交流进行对话 今年的玉山论坛将于10月8号举行 而今年清晨抵台的是法国参议院 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率领的参访团 今年5月 法国以304票赞成 零票反对 创下历史新业 通过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案 外交部表示 法国参访团将会以外交泡泡专案访台 期间并与政府高层部会首长会晤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